大家好,我是百姜狗班的陳妮爺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金斧頭與銀斧頭 從前從前有一個貧窮的巧夫 每天都心情流出砍財 然後江財拿去賣來賺錢回生活 有一天來到森林林裡砍財的時候 斧頭被樹根的彈了出去 掉在我旁邊無所謂 那時候 那時候 水裡冒出來一個仙人 他拿著一把金斧頭 問喬夫說 這一把是你掉的斧頭嗎 他說不是 然後他潛回水裡 過了不久又拿著一把鐵斧頭 他拿著一把銀斧頭 他問喬夫說 這一把是你掉的嗎 他說不是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仙人又冒出來 說這一把是你掉的鐵斧頭嗎 他說是 然後 那時候 喬夫高興的說 對 就是這一把 這一把才是我的斧頭 真是太謝謝你的 他拿著三把斧頭 高高興的 高高興興的 拿著三把斧頭 也繼續賣財 來 喬夫的鄰居是 貪心 喬夫 他羨慕的不得了 他來到了五邊 馬上把自己的斧頭 丟進水裡 那時候 仙女冒出來說 這一把是你掉的斧頭 然後他說是 然後那時候 他眼睛發亮的回答說 是的 然後那時候 賢女對他很生氣的說 你太擔心 你又愛說話 是得不到金斧頭 各贏斧頭了 說完你就 前回水裡 再也沒有出現了 聽了大家 我的故事講完了 我不懂 他是 3 4 8 5 6 9